弟兄姐妹们 主内平安 今天的圣言 选至圣马窦福音 七章二十一至二十九节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不是凡向我说 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 而是那成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天国 到那一天 有很多人要向我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以你的名字说过预言 以你的名字驱过魔鬼 以你的名字行过许多奇迹吗 那时我必要向他们声明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吧 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 就好像一个聪明的人 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 雨林水冲水冲 风吹 西击那座房屋 他并不坍塌 因为基础是建在磐石上 凡听了我这些话 而不实行的 就好像一个愚昧的人 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 雨林水冲风吹 西击那座房屋 他就坍塌了 且坍塌得很惨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群众都惊起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 正像有权威的人 不像他们的精师 圣经是神学的灵魂 圣言是信仰的根基 基督徒的使命 就是生活出天主的圣言 也是让圣言进入我们的生活 逐渐圣化我们的生命 将圣言生活出来 不能停留在表面 只说主啊主啊 也要聆听活生生的天主的话 圣神会带领我们 活出天父的旨意 将圣言生活出来 不只是停留在 因耶稣的名 说预言 驱魔 行奇迹 而是通过实践圣言的教导 踏踏实实的行动 以善行作为信仰的基石 因耶稣的名 并如建在磐石上的房屋 要经历风吹雨打 仍然保持屹立不倒 听耶稣的教导 在生活中实行出来 就是诚心足止 即使会有众多磨练和挑战 只能成为加固的过程 而绝不会成为坍塌的原因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珍惜圣言的内涵 活出圣言的教导 经历生活的风浪 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坚强 愿主抚听我们的心愿 阿们 www.preeniand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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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preeniandme.com